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1956年上映 由邵氏父子公司出品的亲情文艺片《林燕》 尤敏 王莱 赵磊 杨志钦 高宝树主演 1956年已投入影坛四年的尤敏 是公司力捧的新生代女星 作品以时装文艺片为主 尤敏多扮演温柔善良 带有几分悲剧命运的孤灵少女 修女主题的《林燕》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 尤敏在《林燕》中饰演拥有坚强信德的年轻修女 她不因幼年的凄凉遭遇愤世忌俗 而是依然走向天主的怀抱 即便遭遇来自亲情的纠结与拉扯 仍不改其志 是剧情片中少数未经感情挫折 却依然选择回归修女身份的角色 尤敏纯洁的气质与天生的透明感 使她与《林燕》里的修女一角十分契合 由于年龄尚轻 尤敏在片中虽能以纯洁诚恳感化旁人 却非圣母娘娘磁光普照的磅沱气势 而是散发悠悠光芒的温润烛光 坦白说 这样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 劝人向善的白话能如此直地有声 全然来自她由衷的信仰 当然对于那位热衷玩乐的阿菲表哥而言 女主角的超高颜值与惹人恋爱的天性 才是令她幡然悔悟的根本原因 少女李燕鸣孤身走进教堂 无依无靠的她受到神圣的感召 全心将生命完全奉献于主 成为虔诚的修女 燕鸣虽是修女中年纪最轻的 但她信仰坚真 过着田径平和的生活 修院院长宣布 全院将以指示乘船由上海前往吉隆坡 众修女文艳人士一片肃穆平静 于患走进大堂祈祷 来到吉隆坡 尽管自然人文风景与上海大一起去 所幸修女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节奏 未因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燕鸣与另一位修女林德心 经常到附近原住民部落传教 这日她俩又开始爱家爱户的访问 偶然遇到一位穿着 马来西亚传统装束的华侨妇人 妇人直觉燕鸣很眼熟 便问起她的出身 姓氏等讯息 得知燕鸣来自上海 妇人心里暗想 这一定是她 燕鸣与德心离开后 妇人急急跑回房间翻箱倒柜 找出两张燕鸣儿时的照片 在赶赴教堂等候燕鸣 并喊出她的姓名 满脸疑惑的燕鸣不解问 你是谁 妇人静自撩起燕鸣右臂衣袖 臂上露出一道伤痕 更加确定自己猜测无误 原来妇人是曾照顾燕鸣的奶妈 与燕鸣的重逢 使妇人的思绪回到十余年前 燕鸣的母亲本是出身吉隆坡的富家小姐 却不幸爱上由上海到此经商的有妇之夫 她婚后与丈夫一同回到上海 为了却受尽大老婆的欺负 她本为了女儿燕鸣苦苦忍耐 随着受虐的消息传到吉隆坡 她的富商包兄辨认无可忍要带妹妹离开 燕鸣的母亲虽想带走女儿奶妈 无奈苦苦哀求人得不到燕鸣父亲的同意 她只得将女儿托付奶妈 自己静静地与哥哥回到家乡 没多久 燕鸣的大妈便将奶妈辞退 她本住在李家附近偷偷召看燕鸣 只是后来自己因故非离开上海不可 才被迫与燕鸣分离 燕鸣静静听着奶妈如气如素的回忆 不断感叹燕鸣受尽苦楚的身世 燕鸣听完只是淡淡地笑答 我明白了世界上的善良与凶恶 是永远的敌人 我投向了善良 这有什么不好呢 不过燕鸣本从大妈口中得知生母已经过世 奶妈却很不以为然 你妈至今还活着 并称她人住在柔佛的老宅内 可以告诉燕鸣详细地址 话说到这 燕鸣忽然醒悟 自己修女的身份是不允许有任何私情 只是她口头上虽对奶妈说 不想知道 但内心依旧为此掀起波澜 经过一番思考 燕鸣决定向天主起誓 将占领修院探望睽違数年的母亲 她以八朵玫瑰花为约 八日过后一定回来 燕鸣自奶妈处得到母亲的地址与几件衣服 奶妈善意提醒 你妈天天盼望着能见着女儿 可是她盼望的不是一个修女 你难道要让你妈心碎 她本不愿换下修服 却不抵奶妈的强力劝告 勉强换上马来西亚当地传统服饰 很快的 燕鸣寻地址来到母亲住处 母亲相隔15年再见女儿 热泪盈眶恍如隔世 她好奇女儿为何到吉隆坡 又怎会穿传统服饰 必须战眼修女身份的燕鸣 只得转开话题 母亲感叹中日战争导致讯息全断 因此再也无从得知燕鸣妇女的消息 而她自己则在哥哥 也就是燕鸣旧父的照料下 住在当年燕鸣父亲购入的宅邸内 还有一位名为若燕的养女陪伴着自己 母亲问起燕鸣的种种 见她不时吞吞吐吐 又没带什么行李细软 内心虽有疑惑 却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母女聊起昔日种种 谈到住在新加坡的旧父 与她的儿子近山 母亲一起哥哥对燕鸣疼爱有加 便嘱咐若燕带着燕鸣 隔日一起去新加坡探望旧父 旧父一家住在一床老式的大洋房内 燕鸣一行还未入内 就听到旧父气愤的喊声 正在教训不学好的儿子近山 见到久违的燕鸣 随即将不孝子抛到脑后 近山也乐得趁机老跑 和朋友饮酒作乐 十分疼爱燕鸣的旧父 热情留她在此住起日 也请若燕带为转高妹妹 深夜乐不思蜀的近山 因缺钱花用 悄悄返家开保险箱 偷出大把钞票 恰巧目睹一切的燕鸣 吓得转身想跑 不料竟被近山拦截 恼羞成怒的他气愤恐吓 你要是告诉我爸爸 我就打死你 隔天早上 旧父本想带燕鸣外出走走 临行前却发现 保险箱里的钱少去大办 他震怒痛骂近山 更嘱咐仆人将所有门窗紧闭 不让儿子入内 旧父向燕鸣谈起近山的不是 燕鸣好意劝 慢慢的表哥会脱离魔鬼的 此话引起旧父对燕鸣父亲的埋怨 当初你妈嫁给你爸 我就反对 我把你爸比作魔鬼 可是他怎么也不听我的话 面对旧父的叨叨叙叙 燕鸣轻轻的回 只要你信天主 魔鬼 话未说完 就看到近山试图从大树爬向卧室的身影 旧父见状 不断拿皮鞭抽打儿子 被打破头的近山依旧嘴硬 我花了他的钱 他心疼 他是个十足的守财奴 见旧父近山关系欠佳 燕鸣好意劝表哥 但听在近山而立 都是令人厌烦的大道理 隔日 近山以待燕鸣四处走走为由 想趁机到叶总会胡混 没想到 看似柔弱的燕鸣 竟坚决表示不同意 近山无可奈何 只要和他到海滨走走 当晚 近山再次趁机驾车溜走 正在坐完倒的燕鸣见状 下定了决心 深夜 近山与一名妖艳的舞女 自叶总会走出 却看到车旁站着浑身淋湿的燕鸣 近山用钱打发舞女后 再燕鸣回家 经过这一夜 近山对表妹产生了歉意 而目睹一切的旧父 心底也萌生了一个想法 燕鸣的母亲来到新加坡 她与兄长面谈后 轻力地问燕鸣对近山的看法 燕鸣坦言 近山是交友不慎 如果有人好好劝慰 相信一定会醒悟过来 母亲不讳言 燕鸣对近山的劝告居然有效 旧父与母亲都希望她可以 永远在近山身边提出劝告 见燕鸣不明就里 母亲索性直说 我要你跟近山订婚 这是我和你舅舅的意思 燕鸣无奈灰 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 只是她没有到过自己是修女的事实 母亲也选择不再追问 之后 近山也与燕鸣母女回到柔佛 殷勤地陪伴燕鸣四处游玩 并且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对燕鸣的爱慕之情 燕鸣则依旧不置可否 玩岛结束 燕鸣看着只剩下一朵的玫瑰花 想起自己明日就要回到修院 她在陪伴母亲就寝后 默默留信离去 燕鸣在信中说明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 她祝福近山表哥也祈求母亲的谅解 火车上燕鸣默默地祈祷 不一会儿身旁来了两个乘客 他们近视燕鸣的母亲和表哥近山 母亲强颜欢笑表示尊重女儿的决定 由衷感谢燕鸣愿意回来见自己一面 燕鸣温柔答 我谢谢您 您不要再送我了 母亲和近山在燕鸣的请求下 于下一站下车 行前 燕鸣祝愿表哥能找到一个对象 失恋的近山只有感慨 这一辈子 我怕不能实现你的愿望了 燕鸣虽受感动 但对信仰的前程已胜过一切 回到教堂 燕鸣静静会在她的位置祷告 相信她必会归来的院长已得心 相视而笑 以修女燕鸣为主轴的林燕 透过女儿与母亲重逢的故事 讲述信仰大爱与母女亲情的抉择 特别的是 燕鸣在返家八日的过程中 无论是面对母亲的眼泪或表哥的追求 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 在类似以神职人员为主角的戏剧作品里 是比较少见的安排 这样的剧情虽然戏剧性低 却也免去亵渎宗教或神职人员的问题 加上饰演此角的游敏 总给人清新纯洁的印象 短短八日便放弃修女置业 也很难说得过去 鉴于情节相对单纯 为了增添看点 剧组远赴马来西亚柔佛与新加坡拍摄外景 游敏与其他女性角色也入信随俗 穿上马来西亚传统服饰 使整部电影弥漫别于其他国语片的马来风情 当时年仅29岁的王莱 半老全是10年20岁的游敏母亲 身为影台有口皆碑的千面女郎 超灵演出一直是往来的哪首好戏 她与游敏也经常扮演上下两代 一如玉女私情的亲生母女 加油戏势中的先情敌后波喜 灵艳或许不想触及太多男欢女爱 赵雷饰演的表哥对表妹的感情 仅止于暗示爱慕阶段 缺乏琢磨刻画的结果 就是片莫当表哥表示 除了艳明一生难再密爱旅时 难免觉得此人空口白话 是富家少爷在丢罢了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 咱们下次见咯